高伦疫苗二期解盲宣称成效很好 而接下来将会透过免疫桥接的方式来进行三期事业 前副总统陈建仁也来背书了 不过专家却持保留态度认为 WHO有提过免疫桥接的可行性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定出相关的标准 石药署自行认定紧急授权 在国际上没有得到认证 等于在创造历史 这个主张就是说很多的国家都可以用免疫桥接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替代所谓的第三期 前副总统陈建仁以他医学方面的背景 替国产疫苗未来可能进行的免疫桥接来背书 很多的国家的疫苗还没有进入三期 可是二期的时候综合抗体效价 是不是高到可以有保护作用 这样的一个计划 欧盟是很赞成的 所谓免疫桥接是将受试者分成两组 一组接种AZ疫苗 另一组则接种高端疫苗 试打完后在相同时间点抽血 检验疫苗诱发的中和抗体效价 并进行统计上的比较性测试 食药署也发表声明说已搜集200位接种AZ疫苗的国人作为外部对照组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国产疫苗的中和抗体效价甚至能给予紧急授权只是这样的比较真的合适吗 所以像是教授陈建伟就点出将两个不同制程的疫苗相比根本是拿苹果笔橘子 黄利敏则认为别看到数据就关门自嗨 不过学者和美江泽赞成如果比AZ好为何不使用 第一目标是以欧盟为主要我们要去申请这个叫做三级临床 申请三级临床是要让他们认可我们的疫苗 由于食药署颁布的不是国际标准 台湾要用自己的标准不是不可以 但是需要更多的说明 如果连世界卫生组织都还没有免疫桥界的共识 台湾这创造历史的举动要获得认可 恐怕得要有更多科学数据 东山新闻综合报道